今天是4月2号 礼拜二早上 盘中为各位稍微提到两档个股稍微注意一下 一档是3673的TPK 这档股票可以明显看到 它在570以上的平台支撑撑得相当漂亮 今天量有稍微放大 平台区从570支撑上一到590 所以这个平台相当的一个强势 整理架构其实它表现比大盘强势 所以今天有带量往上攻坚 所以今天TPK有机会占上600 如果600能成功的一个占上 那接下来成交量 只要来到8千张以上的一个存整 就有机会挑战631前波的高点 这是今天要特别注意到的一档 目前股价在今天4月2号 有发动的一个契机点 那另外一档是2454连发科 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其实跟TPK一样 目前来讲筹码都非常的稳定 你看TPK 融资也不停的下降 福尔相当的干净 那再加上所谓的一个 外资的一个买盘 目前有在TPK身上发生 那再看一下2454连发科也是一样 你看这两档股票 外资买连发科 那融资也不停的下降 所以呢这一个筹码换手的现象 从散户的一个手中换到法轮的身上 对股价是相当正面的一个帮助 所以整一个连发科呢 之前在电视上有讲过 330以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铁板支撑 那这铁板支撑被锁住之后 那整个股价有往上垫高 那支撑已经上一道所谓的一个340 所以这样连发科 或是所谓的TPK 这两档股票 如果有压回的一个过程 记得要站在买方 这今天4月2号 在盘中所提供给投资标的两则 强势股票的一个操作建议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的一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